日前,据西班牙每日进球报道,卡塞米罗对于自己在西甲首轮替补出场的情况,有了不满的情绪,他已经跟皇马主帅沃佩特吉和主席弗洛伦蒂诺进行了沟通, 他希望能够获得绝对主力的保证,他不打算就此离开伯纳乌,但如果无法获得这样的保证,那么他将会在转会窗的最后一周考虑离队。 对皇马而言,卡塞米罗的表态,不是是给球队拉响了一次警报卡塞米罗的情况比较微妙,他在8月15日的欧洲超级悲伤音伤被患下,虽然之后检查并无大碍,并且迅速归队恢复训练, 但在19日晚的西甲第一轮对阵赫塔费的比赛中,洛佩特吉还是将他放在了替补席,下半场才将他换上,洛佩特吉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释,为何这场让他休息? 因为他上一场受伤了,但这还是让卡塞米罗非常不快。卡塞米罗和球队在上赛季曾闹过加薪,作为皇马的主力,他的合同仍然还是2015年和皇马签订的那个年薪280万2021年到期的合同,并未有任何的提升。 而在此期间,他已为皇马夺得了三次欧冠冠军,出战了32场欧冠比赛,是绝对的功臣之一,他的位置也非常关键,作为修队防线之前的屏障,他在这三年中成长,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防守中场之一,甚至当时还有媒体趁他为皇马最不可或缺之人。 可是,这并未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,因为他的年薪至今仍然是皇马首发11人中最低的,原本和他一样的卡巴哈尔,在去年9月,也通过续约加薪把他甩开。 巴黎圣日尔曼在上赛季就曾经打过卡塞米罗的主意,不过他的违约金高达2亿欧元,由于卡塞米罗的价值主要是在竞技上,所以他的价格不可能像内马尔那么高。 所以巴黎也并不愿意以砸出违约金的形式带走他,可即便如此,巴黎仍然对于卡塞米罗非常感兴趣,因为如今随着莫塔的离开,球队在拖后中场位置上缺一位巨星来坐镇,而内马尔也对巴黎推荐了这位在巴西国家队的队友,卡塞米罗并不希望离开皇马。 即便合同至今没有加薪续约,他有抱怨但是也并非是无法接受,但洛佩特吉对他的使用和战术,安排让他感受到了危机。 和前任西达内注重反击和防守不同的是,洛佩特吉更强调传控打法。 所以,伊斯科如今在皇马中场占据了一个主力的位置,首轮联赛尤洛帅更是直接安排了一个托尼克罗斯·伊斯科·科瓦西奇的中场组合。 要知道如今莫德里奇还在恢复体能没有归队,而一旦莫德里奇归队,竞争将更加激烈,更何况皇马目前还在盯着多名中场球员, 譬如地亚哥、拉比奥特和伯格巴等人。而另外一个关键在于,卡塞米罗的风格在洛佩特吉的战术体系中,已经不再像齐达内时代那样不可或缺,卡塞米罗感受到了危机。 所以他对皇马的主帅和主席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他需要得到绝对主力的保证。 如今的卡塞米罗手握三个欧冠奖杯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矛头小子。 如果皇马无法答应他的要求,他很可能会在今夏转会窗的最后时刻选择离开。 Zither Harp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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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